8月13日南都周刊发布一则报道称 近日被称为扫地机器人第一股的科沃斯 面临隐私安全的质疑 两名安全研究人员丹尼斯吉斯和布莱恩 在Devcom安全大会 发布了科沃斯旗下产品安全漏洞 称攻击者可通过这些漏洞 利用设备内置的摄像头和麦克风监视用户 8月13日针对旗下产品存在安全漏洞的质疑 科沃斯回应称 这是技术工房中的破解手段 但在日常生活中属于非正常手段 公司将使用限制第二账户登陆 加强蓝牙设备相互连接的二次验证等技术手段 强化产品在蓝牙连接方面的安全性 同日电商平台的科沃斯旗舰店客服回应称 新闻中提及的Ecovax Debot 900系列 Ecovax Debot M8 P8 Ecovax AirBet Andy等多款产品在店铺均已下架 据悉澳洲信仙安全协会AISA的专家曾指出 扫地机器人不仅能收集灰尘清理卫生 还能收集周围环境的数据 并将其发送回外部服务器 尤其是那些自带摄像头的扫地机器人 其背后的隐私泄露风险不容忽视 此前也有智能家居设备 采集用户隐私数据后泄露的案例 在2020年 委内瑞拉一家负责给扫地机器人 Airbot Roomba J7收集的图像 进行标记的承包商 便将一名女性用户在家中上厕所的图片发到了网上 韩国也曾发生类似事件 黑客入侵家庭网络摄像头和相关智能设备 窃取了700多个家庭的私人照片和视频 如何防范类似事件的发生 北京汉华非天信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根建议 用户如果发现智能家居设备有麦克风 摄像头等功能 尽量选择将其放在离隐私环境较远的地方 此外 要管理好账户 不要随便换口令 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如断开物联网设备的互联网连接 以降低被远程攻击的风险 同时 用户也应对家中的智能设备进行定期的安全检查 确保其固件和软件更新至最新版本 以减少被利用的安全漏洞